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位于田中镇大社里的 陈罗蜜蜂生态纪念公园 里头设立有生态池 种植各种水生冰溪植物 以及独角仙甲丛类观赏区 目前是当地民众休闲游戏的新景点 陈董事长他们兄弟姐妹 要来计认他妈妈的伟大 成立公园的目的就是 回馈给社区 学校 还有社会人士来使用 那里面最主要是 蝴蝶跟甲虫的护育 那里面种植有甲虫的最爱光纳寺 还有很多蝴蝶的食草蜜言 我们独角仙的生态 它就是对幼虫开始 跟这些蝉蟲 最主要就是 它一定要有一些护植土 来做它的食物 所以我们就利用一些 蝴蝕枝 给它堆放在一个地 堆放在生态期里面 让它腐化之后 给甲虫来生存这样子 生态公园设计者 肖道龙表示 这座公园是城市家族 为纪念 成罗蜜蜂女士 而设立的公园 秉持着自然保育的设计理念 园区内有生态价值高的湿地 昆虫生态观赏区 还有最具特色的原生植物 是学生生态教学 及民众接近大自然的好去处 公益频道张华云 田中采访报道